監視器畫面中一名男子被人推出門口 雙方不知道說的些什麼 引來旁人側目 接下來兩個人扭打在一起 爆發衝突 有人經過出言制止 兩個人沒有善罷甘休 到裡頭繼續爭執 在監視器沒有拍到的地方 兩人爆發更激烈的肢體衝突 打人的就是這名許姓男子 他因為不滿靈性鄰居 咳嗽咳得太大聲 竟然等電梯的時候 以頭錘和安全帽攻擊對方 零性鄰居被打到腦震盪 身體也有多處的挫傷 氣得向他提告 他說他都站在這裡 我不知道 我以為我好好的說過 我想電腦說 我們請問你幾次 他說你生命 我說你老婆 跟他們爬完你早上 你出門的時候 你也都站在這裡 打人男子表示 時不時都會被鄰居的咳嗽聲嚇到 之前就存找鄰居理論 但溝通無效 睡眠品質受到影響 讓他氣得動手 要給對方一個教訓 他沒有說好好跟你講 或是怎樣 如果你好好跟我們講 那我們可以就是 可以親我先生 就是盡量控制 因為他是屬於過敏的 那個不是刻意去 親喉嚨 因為不滿鄰居咳嗽太大聲 42歲的許姓男子不滿 痛歐對方 把鄰居打到腦震盪 為了出一口氣 現在吃上官司 被一傷害罪嫌起訴 實在得不償失 記者洪富人潘穎文 艾斯林小組高雄報導